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想要在一个地方看遍千年的人事沧桑 如果想要在一个时刻体会王朝的盛衰兴替 在缅甸只有一个选择 这里是普甘缅甸第一个统一王朝的首都 更是佛教圣地 全身时期号称拥有佛塔四十余万座 只是时光无情的摧残陋石 如今只剩下两千余座 但浓缩了南亚中亚与缅甸独创的佛塔建筑风格 依旧拥有让人难以逼世的帝王气派 绝大多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 欣赏动人心魄的普甘洛日 远眺一落瓦底江 看着昔日的繁华逐渐引入昏暗之中 感叹之余离开之际 这才会发现眼前还有一段非常惊悚的旅程 上来没注意下去才发掘瑞山都宝塔的阶梯 激进垂直 每个落脚都是一阵心惊胆跳 幸好还有超五星的服务 等着舒活旅客的筋骨 来自伦敦的董小姐就觉得走上这么一天 两个脚底按摩很不错 而她落脚的地方更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这并不优秀 这并不像是一并不错 其实 其实我还蛮惊讶 找到这些很美丽的邮寺 比这里更富丽堂皇的旅馆 未必见得找不到 但是直接盖在世界遗产级的古塔群中 与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的设计 恐怕才是举世无法比拟的奢华 尤其是他的大厅 用的是极为罕见的幼木两柱 尽管缅甸的幼木产量高居世界第一 但经过这些年来的砍发 现在要找这种三四个人 才能核爆起来的大幼木 独挑大梁根本不可能 来自泰国的乌托斯利是普干当地最知名的主厨 负责每个晚上的美食饗宴 缅甸菜柔和了泰国与印度菜的特色 加上丰富的鱼产 造就了独特的饮食传统 鱼用的是当地盛产的淡水白昌 肉厚而细嫩拿来料理刚刚好 不过更惊人的就是这铲子一落瓦底浆的虾 个头着实不小 接近20公分长 但还不算是最大的 起油锅 煎到为黄画龙点心的缅甸咖喱 就可以登场亮相了 缅甸咖喱源自印度 但少了新香的刺激 味道转而出口 加上用料丰富 层次也跟着鲜明了起来 我们的市场是从葱姜 水粉末 青色粉末 缅甸人正式的餐饮 就是一甜一辣 两个咖喱当主菜 增加味觉的变化 加上沙拉与几道小菜 简单却不单调 基本上为吃朴实的本质 亚洲的甜点 蜜汁香蕉 当然也是就地取材 缅甸中部的清晨 宁静而宜人 在朝阳中俯瞰这间旅馆 才会发现在人工湖中 还安置了一个小岛 隔绝了主体建筑群 这就是旅馆最自豪的 岛中套房 这间套房隐秘度高 出入都得靠电动车接送 这一座小桥与外界联络 担心安全有问题吗 24小时的保全 其实全程监控之中 每一打开出木所及 全部都是上好的用木 必试模仿缅甸皇家风格 风扇叶片是当地盛产的补业 用的建材全部都是免变木材的顶尖工艺 随些便便放在门外的装饰品 摆到外面去 可以值钱的很 不过这间套房真正的价值所在 却是它与世界遗产的零距离接触 一推开窗两座近千年的古塔映入眼帘 这种用尽心思的造景 成就了这间套房无比尊贵的身家 这个套房隐秘性高 最适合新婚的夫妻 如果很贴心 如果想要隔开外界的宣扰 想两口尽可窝在这个甜蜜的角落里 完全不用注意 这个凝聚了千年历史精粹的古城 终于是让外人意外发泄 就算是有一天 名贵的幼木宝石开财带尽 缅甸拥有的财富 依旧让人难以不算 这就是缅甸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文化遗产 作用千年古蹟 又有浪漫的情怀 这就是缅甸 无与伦比的观光潜力 以上是东西文团队 我们在缅甸的报道 在缅甸这个地方 除了看美景之外 伴手里的首选就是缅甸的翡翠 你可能不知道缅甸也有欲望城市 不过我们所说的翼是另外一个翼 你知道是哪一座吗 答案就是曼德勒 也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瓦城 这些年来 从中国大陆来买翼的人 几乎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走了一趟 曼德勒翼市 结果发现讲国语买通 除了翼之外 你可能不知道 全世界的九成以上的红宝石 也是出自于这个地方 难怪缅甸的曼德勒 让人这么眼红 欢迎来到缅甸的欲望城市 曼德勒 曼德勒其实就是华人嘴里的瓦城 由于交通方便 大陆南方的浴室商人 几乎都集中在这里挑货 让这个面积不大的浴室 天天圆满为患 浴室再怎么简陋 也不缺一夜致富的传奇 或者看走眼 闹到倾家荡产的悲剧 但其实在这里 并没有那么多的戏剧张力 单敢在这里 开店收浴的人都是行家 会在这里卖浴的人 手上多半也拿不出 什么稀释珍宝 镜头右方的年轻人 就是这处浴室人生的寻常演员 一般就是拖一个A4大小的纸板 上面放了好些浴片 亮相前撒点水 看起来才会碎当当 这个老板没兴趣 下个老板大概也一心阑珊 三下两下就只好退场 到别的地方去碰运气 这两个人就是来自大陆 第一大浴室广州 每年总要跑上缅甸好几趟来收浴 他们把浴当作美女看 很有一套自己的哲学 看浴 看浴就先看看美女一样 那像这块浴大概 他说给了免费两百万 给了免费两百万 免费两百万 人民币一万多 人民币就是 这块人民币一万多 人民币一万四嘛 台币就是四分之一 台币四万多 我还是哥的 这块呢 这块呢 你看这个东西不特别 在这个浴室周遭的整套作方 其实就是为了让浴 看起来晶莹剔透 简单来说 前半段是切磋 把玉皮切去 再裁割出适当的形状 后半段是琢磨 向准了玉的特性 细腻打磨出透亮温润的质地 这里有间茶室 一边喝茶 一边拿块玉细细端详 讨价还价 外人就算不买 看了也很有意思 这里的玉运回云南锐利 据说价格立马翻上一倍 来这里淘宝的大陆人多了 连搭讪的小贩 都是一口普通话 你说这个多少 一百 六百 六百 一百 五百 五百 每金一百 一百 五百 你怎么够 还不够 不够啊 没啊 每金一百还不够 如果是凑热闹的人 看看也就罢了 切记健烈欣喜 贸然出手 因为真正的好东西 未必会在这里现身 哈喽 先生 你好 你好 真正来到了缅甸首都阳光 可就不再像是曼德勒那样 任人喊价 杀尽杀出了 哈姓陕是云南来的穆斯林 搬来缅甸一经四代 由他经营的这家珠宝店 在阳光是首屈一指的老字号 货色齐全 但是宝石级的翡翠 价格保证让你吓一跳 这家珠宝有45.7卡丽 而且价格是28.000 28.000 郑域浓缩了数千年来 中国人对美的珠般讲究 便是请来煞费功夫 在透度 硬度 亮度 翠绿程度 与色泽匀称上 必须力求平衡 还要搭配个人的特殊气质 才有可能找到最适合的浴界 也难怪有人说 黄金有价 玉无价 我怕觉得是这浴没有固定的标准 评鉴起来煞费眼力 这个颜色比较硬 它的肉比较不好 比较肉比较好 那我们看起来 它的发亮观不太好 那这个呢 我们看它的肉好 颜色不好 一般而言 珠宝杰的玉 多半是光深 只有切割打磨 绝少雕琢 所以看到玉配 大归大 一般而言 价格比不上一整颗的翡翠 可别以为 缅甸的宝藏只有翡翠而已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 让人看了眼红不已的好东西 这个是Ruby Rav Rav Star 这个是Moco Moco的Ruby 根据相比 红宝石的价格 又是另外一个档次了 顶尖的缅甸红宝 号称哥血红 色泽燕红中又带点垫子 在市面上几乎绝迹 如今超过三克拉的上等红宝 身价动辄也会超过双低跑车 看得出来吗 这颗红宝的切割并不十分完美 精通红宝石知识的闪太太说 跟钻石不同的是 红宝石更讲究重量 有时难免会牺牲切割工艺 这里就是缅甸盛产红宝石的国宝重地 曼德勒蘑菇 全球近九成的红宝石就是来自这里 1996年这里甚至发现一块 两万多克拉的超级红宝 重达四公斤 尽管这里拥有举世罕见的宝石交易市场 但始终杜绝外人进入 显然老天爷特别眷恋这个国度 才会在这山里给他们预留了一块 据世称线的贵宝地吧